光是一個Delta病毒 把我們台灣快要嚇死了 還好屏東守住了 也花了一番心力 現在又來一個 雖然我們上週境外移入 7例都是Delta 兩個人打了莫德納 還是得到了 但是來自秘魯 這怎麼念 Lambda Lambda Lambda病毒 變種病毒 看起來很厲害 過去一個月 刷刷刷 它已經到了31個國家 澳洲是32國 美國有了 注意我們跟美國關係很密切 英國有了 德國也有了 澳洲也有了 這些都是跟台灣往來 算是蠻密切的國家 它的傳染力 比Delta病毒更高 更快 在秘魯的染疫者當中 有將近10%離世 秘魯也是全世界死亡率 非常非常高的國家 所以當然有科學家說 這個Lambda病毒 它的死亡率更高 但是當然要跟秘魯當地的 可能它的醫療資源有關 所以大家很害怕 現在怎麼辦 你看到去年十二月 他已經攻佔了秘魯 他只佔秘魯的百分之零點五 到現在為止 秘魯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二 都是這個變種病毒的感染 那麼接下來就是一個聯動的問題 我們BNT疫苗莫德納AZ 對這個病毒 它的保護效力會不會減弱 很難講 因為這些病毒都在變 他病毒也是個生命體 他一直想要存活 存活他就要想辦法自己突破 然後去變 然後就會在這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因為他防疫機組不是很好 就在裡面一直生產 那現在最糟糕的就是什麼 美國跟歐洲幾個大國家 現在是全面開放 甚至他有時候會講說我歡迎你來 所以我們歡迎你來的時候 他整個國境一開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會跑 因為秘魯的人或是稍微有點財力背景的話 我趕快搭下一班飛機 趕快斑斑的就跑出去 斑斑跑出去的時候 他很可能這些人就帶了這個菌種 這病毒就進去美國了 美國他在開始活絡 所以未來的這一個月非常關鍵 因為正好是美國從7月4號開始解封 解封之後大家才全部 該去球場去球場 該去酒吧去酒吧 該去什麼地方 那這時候在摻砸每天的飛機 不停的飛進美國的各個城市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些東西在美國有沒有辦法作怪 如果他沒有辦法作怪 那代表什麼 哇 疫苗真的有效 那這些疫苗 不管是誰加誰 是什麼 那當然美國打的是BNT 跟莫德納是比較多 還有Johnson Johnson 代表說這些東西 代表說你回推回來的時候 代表說疫苗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解決之道 那這時候我們還在爭議說 我想知道該打什麼 那真的就是自己暴露在危險 因為去過美國的地方 下一班美國回來的飛機 就有可能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現在大家已經在過去這一年中 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擋不掉擋不掉 所以你的這個人 從一下飛機 現在鎖性我們鎖國鎖得還不錯 現在馬上進到防疫旅館 但是到底鎖得住鎖不住 坦白講這是要觀察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最近仔細觀察 那如果說真的美國沒有再爆發 歐洲沒有再爆發的話 那代表說疫苗 真的是有很大的效果 但這個也只能夠事後諸葛 從事後再回推回來 是的 很多專家也很難講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看到陳秀熙教授說 他確實是死亡率算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